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頻道 今日的日期是10月29日, 先提提大家, 香港天文台今日就表示按照現時預測的路徑 熱帶氣旋尼格在明晚會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之內 天文台會視乎熱帶氣旋的發展以及動向起明晚至星期一的早上考慮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下則消息, 市政報告就提出成立基層醫療管理局, 推展基層醫療服務, 並將門診時間縮短20%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崇茂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縮短病人輪候時間將牽涉整個醫療系統多個需要優化的問題 包括增加人手、調配醫管局門診資源、增加門診新證名額等問題 指政府將會盡快推出基層醫療藍圖, 以長遠發展基層醫療 局長表示, 現時本港接近90%的專科服務由公立醫院提供 他指, 近年本港醫療系統受人手、流失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 導致公共醫療系統承受極大壓力 強調, 長遠解決專科輪候時間長的問題需要盡快發展基層醫療 另外, 局長還補充, 流失人手、趨向年輕 指, 大部分流失的醫生年齡都不足40歲 他指, 趨勢會造成惡性循環 他期望年輕醫生不要抱有轉去私營的心態 指, 公營體系有更多機會提升能力及服務市民 並強調醫管局已經增設不同職位, 為醫生提供晉升機會 局長指, 正在研究強制醫護人員要服務一定年期才能離開公營系統 但年期長短就會持開放的態度 他說不擔心措施會出現反效果 再下一則的消息, 亦是和大家看看移民小花生的 是看開電視節目的《離鄉別井的故事》當中一集 今日的主角是一位香港移民去曼徹斯特定居的Royby 他在香港本來是中學經濟科老師 移居到英國後轉行開地產代理公司 他亦說到他當日決定放棄在香港原本的生活 改為在英國從頭開始 是因為他在2020年經歷分辨的 不想觸警傷情 所以就離開香港 所以Simon再次提醒大家 我所留意的影片也好 一些報導也好 都看不出有什麼明示暗示人家有沒有什麼立場 我們純粹就是當一個移民案件看待 Royby 早起出發之前 就透過經紀搖拒看樓 用110萬的價格 買了一個500呎左右的單位 他還透露 一開始他都有想過租樓 但考慮到同區單位租金 動下都800至900英鎊 即是大約7000至7000多港幣 再加上傢俬電器都要花十幾萬 所以把心一患 決定買入一個500多呎的單位 一房一廳 他就開玩笑地說 同樣的價錢 在香港可能只能夠買到一個廁所 但另外他也有提到 當地人買樓就不太看重這個樓齡 大部分他那裡的房屋都已經有七百十年的樓齡 另外 Royby 還說到 之前他還在香港的時候 透過當地物業公司律師樓買樓 但又是依靠當地公司提供的照片去看樓 或選樓齡 過程難免都會比較複雜 Royby 就指 即使重操僱業 做老師 人工都遠低過香港 所以決定轉行 在英國開裝修公司 為有意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提供代辦手作 以及看樓等服務 一方面大家看到 Royby 用百多萬 就可以在當地的一個中產地區 買到一個五百多呎的相當不錯的單位 但他也不忘提醒大家 兩地始終存在文化差異 有意移民過去的香港人 真的不要將英國過度美化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就說不少單身移民去英國的朋友 類似他這樣的年紀 都可能面對一種情況 什麼情況呢? Simon 真是只能夠稱之為 男人的痛 大家想一下 Royby 在當地有樓 又是老闆 有不錯的收入 真是可以說 不是鑽石王老五 都可以叫做筍盤 但是他就說 其實他去到英國 想找第二段感情 是真是不容易的 他就說去到 真的覺得當地人的思想 仍然是挺保守的 白人不容易接受亞洲人為他們的伴侶 就說到特別是這邊的白人女性 你自己都可以看到的 的確很少白人女性 是會嫁給一個亞洲男士的 他還說到 老實說 面那陣 他們經常說 平等 不要種族歧視 那些事 但一去到一些很切身的問題 例如說婚姻 就算你伴侶接受到你 他的家人 或者他的親戚 可能又接受不到 還說到 我們好像在這個摘偶市場裡面 就好像在食物鏈的低層 那樣的 除了這個男人的痛之外 他也有說到另一個事件 他都稱之為可以說是遺憾的 大概就說到他在當地都叫做有樓有事業 但是一個人在異鄉 親人卻在香港 即是經常 包括逛逛超市 都會突然間覺得很寂寞 很孤獨 他也有說到 特別是在這邊 冬天很快天黑 自己一個人在家 有時都會問自己 我在這邊這麼辛苦 其實在餵什麼呢? 有時真的有這些負面情緒 控制不了 這樣說的 另一方面 他還提到 好像盡不了那份孝心 有時可以打電話給他們 了解一下近方 溝通一下 但是始終 真的住得太遠了 變了多了一重困難 陪家人的時間少了 真是一個遺憾來的 影片的主要重點 就來到這裏 Simon 是覺得這位主角 他在影片當中 還有分享一些細項 Simon 留意到媒體好像沒有報出來 但是我覺得 真的很值得一看 他在影片當中 仍然有說到 在香港開公司創業 和在那邊創業 哪邊好一點 他就覺得有利有弊 他就分享到 在當地 註冊一間公司 真是很快 一日之內 他真的批了給你 有了公司名 註冊編號 但是 快完之後 就有很多事情要跟進 例如 你要不斷跟會計公司說 你有沒有請人 有沒有什麼支出 為什麼呢 這些事情確實你是可以自己做的 但是困難 就會相當相當之高 所以當地大部分的人 註冊這些有限公司 最後都是找會計公司 去幫他們做報稅 出薪金等等的協助 另外他也提到 在當地開過銀行戶口 已經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打電話預約要等一個月 然後再特地去那些 當地有商業服務的那些分行去搞 然後他想開過那些客戶賬號 又要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都想不到 結果搞銀行 就這樣聽下去幾個月 另外他也有分享到 可能你在創業的時候 在員工方面的看待方式 都要有不同的 他認為當地的生活節奏比較慢 當地人工作質素 可能不會特別低 但是很多工程的效率 是低過香港很多的 他就分享 他可能會和那些裝修公司 裝修的師傅 請他們來做事 例如一開始那些裝修師傅 就答應說一個月會完成到 怎樣怎樣怎樣 即是有一條deadline 但是他往往遇到的情況 就是那些一個月之後 那些師傅又走來跟你說 需要多幾多幾多日 而當地人是真的會 習以為常 覺得沒什麼所謂 另一件事 就是Royby都有帶大家去行 一些中式超市 不是踢球 是中式超市 他就說到 可能你在香港吃慣的麵 那裏都是應有盡有的 但是就提醒大家要注意 價錢 你看下去的數字 你以為是港幣 實際上是英鎊 即是差不多貴九至十倍 那樣的意思 他也拿起一包菜 這樣看一看 實際價錢 即是四十幾港幣 另一方面 他也有說到 儘管移了紋 口味可能變不了 都是喜歡吃一些中式食物 偶爾會去喝茶 吃茶餐廳 中式炒粉麵 等等 價格方面 比起香港來說 是有點貴的 但是 他就說到 如果你比起當地那些難吃的西餐 意粉 披薩等等 他們一餐收你十幾二十英鎊 你就會覺得這些中餐很值得吃的 最後算是一些高人評論的部分 第一個點 我想說 就是 我發現 主持人在影片當中 一些主角 Voybee 不起道的時候 說的一些說話 其實和Voybee 是存在衝突的 主持人當中 有說到 大概的意思 就說 有些人 就不喜歡這裏 三人股 即是香港 不喜歡香港 為什麼要用 責任這個 term 要求他們留下呢 說這些說話的時候 但是 他和主角 Voybee 是衝突的 Voybee 就是自己過到去 就覺得 哎呀 照顧不到家人是個遺憾 來的 現在不是他家人要求他留下 是他自己覺得是個遺憾 來的 他和他阿妹聊聊一下 電話眼濕濕 他去超市走走 覺得很孤獨 這些是他自己說的 那 和剛才說的 那些 哎呀 何必用責任這些 字眼要求他們留下呢 其實 是不是有一些衝突呢 是吧 或者 主持人那些說話 其實就未必是說 這個主角 Voybee 可能純粹 跟某一些人說 那 這裏就是 我留意到的一些 好像存在衝突的事情 第二部份 就很有個人 浪費個人看法的 就是 大家影片看到 那這位 影片的主角 Voybee 就因為一個感情原因 不想觸景相情 就離開香港 然後去了英國 那 我自己簡單講兩句 就是 Voybee 其實擺明就 應該稱之為聰明 全球移民市場 各個國家 都應該搶這種人才 那種人來的 他去到哪裏 靠自己是搞定的 那種來的 然後 他也有說到 移民去英國 最大的得著是什麼 他覺得 當地人的生活 其實可以很簡單 對物質的追求 不會太高 這種看法 或者叫做 生活節奏 相對慢一點 很Chill 這種 確實我都感受到 應該是有這種 但是 我也會這樣說 影片當中 也看到 主角Voybee 是想尋找 第二段感情 但是 你自己也有分析到 其實 英國根本 不適合你尋找第二段感情 那就出現一些衝突 你去了英國 然後 雖然 有些得著 就是可能 可以過上一些 自在一點的生活 生活節奏慢一點的生活 生活簡單一點的生活 但是 你換來的 就是 你是找不到第二段感情 你對家人 又相對 照顧不到他們 就有一個遺憾 這樣 我自己會多口想一句 那你又 Voybee 擺明是一個聰明 你絕對有能力 再去第三個地方 多口說句 我們又不討論 中國 你去東南亞都可以 去近一些香港的地方 又容易照顧一下香港人 相信 亞洲地區 你又容易尋找到第二段感情 會不會更加適合 Voybee Simon 亦都多口說一句 沒錯 Voybee 現在是老闆 做那些 地產也好 代不同的手續服務也好 做那些裝修服務也好 但是 其實那些又說 他是有意是去 為那些 移民去英國的香港人 去提供服務的 擺明 都算是 吃手足的那條水路 那 有些東西客觀地說 手足這條水路 可以給你吃多久 真的不會說 連連 有 保持多久 都會有這麼多 香港 BNO 走過去 然後你做到生意 所以我覺得 他那個生意的可持續性 本身都存在一些危機 所以我覺得 綜合考慮 其實他去考慮一下 去第三個地方 真的不排除是更加好的 最後一個Point 就不是說影片當中任何人 叫做引用一下 剛才那個男人的痛 這個Point 當地白人 其實 把口就說公平 不要種族歧視 實際上 是不容易接受亞洲人成為伴侶 當然 影片當中 就說 特別是那些單身過去的人 就可能面對這種情況 但也都令到西文會想 是不是那些夫婦 家庭的人士 過去就沒事呢 但是你就要想一下 那些特別是有小朋友的人 往往就說 我是為了後代而過去的 那邊 教育怎樣怎樣 是不是好些 但我會想 這種所謂男人的痛 對他們的後代 又會不會造成影響呢 到時他們的小朋友 十幾歲 青春期的期間 身處這個所謂 愛情食物鏈的底端 你猜這些東西 會對他們的思想 構成什麼影響呢 最後他們會成為一個 就是 什麼的愛情經歷呢 我就不多說了 大家自己去想想 好了 今天的消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 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